大家好 欢迎收看不正常魔术方块频道 今天要介绍 这个方块的解法 这个方块的名称 请参考字幕 这个英文我不太会念 中文的直接翻译就是齿轮十二面体 也有人说 这个叫齿轮五魔方 它还有个名称叫做gearmix2 gearmix这个名称 事实上会跟 Oscar 方块大是Oscar 有一颗gearmix混淆 那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块 所以我们还是称它为齿轮十二面体 既然这个方块叫做gearmix2 那总会有gearmix1 那真的有 那其实gearmix1跟2 这两个版本 差别只在于贴纸不太一样 gearmix1的话 第一个 它没有模字型的贴纸 它把模字型的贴纸拿掉 那再来就是它的齿轮的部分 那gearmix1的话 它只贴一个圆形的贴纸 那这个方块 是齿轮方块的变形方块 那它把原本的正立方体 做成色面体的形状 那贴上色色的贴纸 那这个方块的解法 比一般的齿轮方块难一些 但是跟齿轮重一样 那难度差不多 那gearmix1跟2的难度是一样的 那在解方块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齿轮12面体 跟一般齿轮方块的对应关系 那一般齿轮方块的 原本的八个角 到齿轮12面体 它还是角 不过它的角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角非常的多 那这一个 这一个 这种带有三个颜色的角 就对应到一般齿轮方块的角 那这样子的角 会有八个 这里有四个 反过来这里也有四个 齿轮方块的中心 到齿轮12面体 它是长这样子 那原本中心是一个颜色 那现在中心变成两个颜色 那所以这个中心会有方向性的问题 它有可能会反过来 那齿轮的话 还是齿轮 齿轮的形状还在 那模型小块 那到齿轮12面体 它有两种模型小块 一个是长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这样子 有断掉的模型 那方块的转动 跟一般的齿轮一模一样 那都只能做180度的转动 那转动的符号 那都是代表转180度 像这个F的话 转180度 F'转180度 R' R' R'180度 那以此类推 那解体的步骤 分成六个步骤 可以参考左边的图示 那步骤5跟步骤6 的顺序是可以颠倒过来 转方块的第一步就是转好齿轮的八个角 那我们先找一个角 当作参考点 那这个角是白 蓝 红 那我们颜色一个一个对齐 那这个白色 这里是白色 所以这里要摆白色 那我们去找白色的角 那整个方块白色的角 只有这两个 那除了这个 那另外一个 找一下 另外一个在这里 那直接转上来 这样子 这两个角就摆好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角 这里带有蓝色 所以这里必须要是蓝色 那我们去找一下 另外一个带有蓝色的角 是哪一个 另外一个带有蓝色的角 在这里 那我们要把这个角 转到这里来 这样子 这个蓝色的角好了 那这个蓝色的角 这个也好了 OK 那所以现在有四个角 好 那还差四个角 那另外四个角 我们就看这个红色 那我们看一下 红色的角 另外一个红色的角 在哪 在哪 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把 红色的角 转过来 这样子 那另外四个角 也对齐了 所以八个角 都对齐了 这样子 对齐 对齐 OK 检查一下 都是对齐 第二个步骤 就是转 中心的位置 那中心该摆什么颜色 该摆怎样的块 我们要看角 因为角 已经转好 那这个中心 我们就是看 这里 这里是白色 所以这个中心 一定带有白色 那这里是绿色 所以这个中心一定带有绿色 所以它是白绿块 那白绿块的话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白绿块在这里 那我们直接 直接转上来就好 那我们现在只在乎 它的位置对不对 白绿块 事实上白色应该在这里 绿色在这里 它现在整个是反过来的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只在乎 位置对了就好 位置摆对了 我们就来摆其他的中心 那这个中心的话 它是 它应该是带有 蓝、橘 那现在是蓝、黄 不对 所以我们把蓝、橘找出来 蓝、橘在这里 要转到这里来 直接转过来 OK 那这个中心不错 这个不止位置对了 点方向都对了 OK 那两个中心对好了 事实上 所有中心都好了 看一下 没有错 没有错 OK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我们来转齿轮的位置 那我们先随便找个中心 我们看中心旁边的四个 四个齿轮 它的颜色的状况 那这个齿轮应该放什么颜色 我们要看脚 那这个脚带有白色 所以它应该放白色 那这个脚带有绿色 所以它应该放绿色 那现在白跟绿 它是需要颠倒过来 这是我们常碰到的第一种状况 那这里是颠倒过来 如果我们反过来看 它还是颠倒过来的 灰跟浅绿 必须要颠倒过来 这两个颠倒 这两个颠倒 这是我们常碰到的第一种状况 那它的处理方法是这样子 R2U 这样子 这两个齿轮都换过来 那同样的反过来 这两个齿轮 浅绿跟灰也换过来 那转好 这两个齿轮之后 我们再来检查 这两个齿轮 那这两个齿轮应该放成棉色 这里是红色 所以齿轮应该放红色 这里是紫色 齿轮应该放紫色 可是这两个齿轮 也不是红色也不是紫色 那红色、紫色在哪里 红色、紫色在下面 所以下面两个齿轮 要转上来 那这是我们常碰到的第二种状况 上下的齿轮要做交换 那它是这样换 这个会换到这里 那这一个会换到这里 它是一个交叉的交换 OK 那这处理方法也不难 RU2 RU2 OK 那下面的齿轮换上来 那同样上面齿轮就换下去了 那换上来之后 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 到底位置对不对 像这里 还是不对 这里应该放红色 这里是放紫色 所以这回到第一种状况 这两个要互换 那同样的 这两个齿轮也要互换 这是第一种状况 那处理方式跟第一种状况一样 R2 U R2 U OK 那现在这个中心 旁边的四个齿轮好了 那我们再检查一下 侧面的这个齿轮是不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现在齿轮的位置 就好 就通通都放对了 第四个步骤我们来转模型小块 那我们先检查一下模型小块 有哪些是转好 哪些是没有转好 那现在这一圈 这一圈的模型小块 看起来是好的 这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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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圈的模型小块是好的 那我们再 换一圈看看 那这一圈 看起来是乱的 看起来是乱的 所以这一圈是乱的 那这一圈是好的 那我们再看水平的这一圈 这一圈 也是乱的 OK 那我们就把 好的那一圈 像这一圈 这一圈 这一圈是好的 这一圈模型小块是好的 那我们把这一圈好的 放在这个位置 好的是这样放 这样子是好的 那这一圈是 没有转好 那水平的这一圈 也是没有转好的 那放成这样子 那我们就做 R U R U R U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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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模型小块 就好了 检查一下 这一圈 看起来是OK的 那水平的也是OK的 那原本这个 也没有破坏到 第五个步骤 我们让齿轮躺平 那像这一圈的齿轮 都是躺平的 所以不用转 这一圈的齿轮躺平 那这一圈呢 齿轮翘起来 齿轮翘起来 那一翘的话 就整圈都是翘起来 OK 那我们就一直转 转到它躺平位置 这样有没有躺平 没有 继续转 这样子 OK 躺平了 那这一圈都躺平了 那再看 那这一圈呢 这一圈 没有躺平 它就翘起来 那我们就一直转R 3 4 转一个R4 OK 那这个齿轮 也躺平了 那转齿轮 非常的容易 这是第五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转中心的方向 那中心的方向如果不对 是有三种状况 那第一种状况 是这一种 所有的中心 方向都是不对 都是要反过来的 那它的转法是这样子 R U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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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 R' 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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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F' , R , U , F , R' , U' , F' 這樣子 四個中心 就轉好了 第三種狀況是有兩個中心 要做翻轉 剩下四個中心是對的 我們先把這兩個 要翻轉的中心先放在上下 做一個四中心翻轉 把側面的四個中心 往都翻轉過來 R , U , F R' , U' , F , R'' F± R U F R± U± F± 這樣子 那側面的四個中心翻過來之後 就變成六個中心翻轉 那六個中心翻轉 那我們就套用第一個六個中心翻轉的公式 R U R± U R U R± U 這樣子 六個中心通常都轉好 那最後我們用很快的速度再走一遍方塊的解法 那第一步先轉八個角 那這是白色的白色的角 那這是白色的角 這一個要轉過來 OK 白色的角 那現在藍色的角 藍色的角 藍色的角 轉過來 OK 四個角 再來四個角 OK 八個角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 轉中心的位置 這個對了 這個對了 所以不用轉 那第三步 轉齒輪的位置 這兩個 這兩個 是要從下面 轉上來 所以是 R U 2 R U 2 OK 轉上來之後 還要再做一個 位置的調 調 調 交換 R 2 U R 2 U OK 那齒輪位置對了 這個也對了 側面對 那接下來 轉 齒輪 齒輪方向 讓它躺平 這一圈的齒輪 還沒躺平 所以我們 做 R 做到它躺平位置 3 4 OK 那再來 其他都躺平了 那再來轉中心 那這個是兩個中心 兩個中心要做反轉 那我們先做一個四中心的反轉 把側面四個中心 通常都翻過來 R U F R' U' F' R U F R' U' F' OK 那現在就變成六個中心翻轉的例子 R U R' U R R'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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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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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